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千丟海萬港 馬萬千丟海萬港 可不可以接手繼續起來 可不可以接手繼續起來 須孤恨心大 台北會完蛋 台北會完蛋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請跟肯定在一起 請跟肯定在一起 這件事情繼續這樣子走下去 到底是對的嗎 你真的要跟黑心財團 當好朋友嗎 你當時是因為台灣的公民力量 崛起所以才能進到這個市政府 結果你進到市政府 以後你把公民力量踢到旁邊去 然後你現在跟財團站在一起 賬面兩張是 當時2015年 5月20號 台北市政府勒令遠雄 停工時的大巨蛋 那我們都知道現在大巨蛋的 都省環平 剛剛送件 那10月中才要開始進行 那個 出城會 更遑論建造完成變更 所以當這一些都還沒完成變更的狀況下 其實你可以看得到 這是9月份 9月初的時候 遠雄自己開的照片 大巨蛋是已經蓋得很七八糟了 那整個蓋子 整個屋頂 以我們之前來開始人會所接入的一個狀況 還要嚴重很多 而且遠雄自己在他們的臉書上說 遠雄巨蛋自己在臉書上說 大概下個月 再過一個月蛋體就會包覆起來 這就是所謂的全面提供 這就是科市府所謂的全面提供 安全小組所指出的安全問題 遠雄都以這個案子 大巨蛋已經通過台建中心 避難新人設計審查的理由 然後說大巨蛋安全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我們從最近的媒體也可以看到 事實上 北檢目前也是正在調查台建中心 那包括台建中心的前執行長 以及過去參與大巨蛋安檢的審查委員 目前很多都被北檢列為被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當初遠雄這個已經就是設計行事務必端的 而通過的審查 根本沒有辦法擔保大巨蛋的安全性 我們非常的期待柯文哲市長 能夠找出當初上任時的初心 拿出他當年剛上任的時候 就果決拆除忠孝朝引道 讓北門重見天日當時的那破例 依法解決或解除或終止大巨蛋的契約 為台北市民拆掉這個有安全疑慮又必端重生的巨蛋 後面的這些旅館辦公大樓 以前都什麼東西都沒有 現在連玻璃圍幕外城都撞起來 所以今天這整個案子 現在是持續的在進行中 可是我們柯市長一直在欺騙台北市民 說沒有完成獨省環平 沒有完成建造變革 就沒有所謂的全面復工 現在大巨蛋就是在全面復工的狀態 他不只巨蛋的屋頂 他包括旁邊的這些外牆 全部現在都在做 以前是長這樣 你現在是已經全部都 你都可以看得到這些外城 已經開始包覆起來了 不敢中間安庫 何來公平正義 何來公平正義 不敢中間安庫 何來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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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不斷官縮 然後建議解約 那他們在柯市長上任的第一年 憲堪發現大巨蛋有79處為案子施工 依建徒法58條熱令停工 那我們看到柯市長上任的第二年 他曾經副市議會報告 並且發布新聞稿指出 如果遠熊為現行改善 他將採取斷斷斷措施發行解約 然後吹告 然後後來他也真的像他所講的一樣 有去吹告現行改善 然後並且以違反建徒法58條 工程品質重大為師 以及位於旅約期限內完成 新建並取得使造等事由 就是人節與人中子契約的事由 當時柯市府要求遠熊停止移宿 主要的原因就是沒有跟我們 護術團體溝通 大巨蛋的公共安全有疑慮 還有監察院糾正的這些問題 從新議員沒有解決 現在這三項全部都沒有改變過 公安的事情現在才剛要送諸審 而且台建審查的過程 還涉嫌闢端這些審查委員 都已經被列為被告了 然後我們這些 護術團體 他的這些核准遠熊的移宿計畫 從來沒有找我們護術團體去討論 參與討論或是參與審查過 一樣又要挖掉一堆的樹 甚至挖更多 那我完全不理解 坤市府到底 柯文哲市長 你所謂的 我們不應該這樣對待樹木 到底是什麼意思 難道你設了一個移宿的SOP 就可以合理化你移植樹木的相關行徑嗎 我覺得台北市政府 我們柯文哲市長 你針對樹木保護 你針對樹木保護的觀念 請你落實 以原地保留為優先 請你落實 這些樹木應該移植之前 你應該要先檢討移植的必要性 在不必要移植的時候 你不應該去移植相關的樹木 但是 然後當時也是說他們將要終止契約 可是到了時間 到了時候 前一天都 前一天市府的發言人都還說 說如果明天沒有辦法改善的話 要終止契約 結果到了時間 這個最後一天 他卻同意佔佈中約 到目前為止 還是沒有解除或終止契約 那我們回看過去 柯文長這三年的任期 他上任支出 積極的解決大巨蛋爭議 而且當時柯市長剛上任的時候 他們所認定大巨蛋沒有暗途施工 違反建築法58條的部分 在今年的9月7號佔佈中約馬一年的時候 也得到法院的判決認定 也確定說大巨蛋是有不暗途施工的 違反建築法58條的問題 那過去柯市長剛上任之初 連政委員會的調查報告 所認定的一些違法的形勢 最近大家如果看新聞也都知道 北檢一直都在積極的偵辦當中 從當初他認定的確實是有很多的問題 就是說認定大巨蛋爭議的這些問題 確實是有根據的 檢調單位是積極在追查大巨蛋的弊案 那目前已經約談過馬英九 那我們都知道台北市政府大巨蛋的案子 經歷了三任市長 包括現在的柯文哲 那我們小市民非常希望可以了解到 為什麼從我們的馬英九到好龍兵到柯文哲 一個一個 11年前馬英九簽了上選入國的契約 然後後面接手的好龍兵護航了8年 然後讓大巨蛋蓋成一個後面的樣子 柯文哲接手以後 還有現在又跟遠熊變成好朋友 也繼續讓遠熊繼續蓋下去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問問我們的台北市政府 我們也希望檢調單位可以給我們更多的一個 積極的支持去調查清楚 到底從除了馬英九之外 後面的兩任市長跟遠熊到底私底下 還有什麼其他的阻定的新聞 馬王學院往關港 柯文哲接手繼續強 柯文哲接手繼續強 喬蛋打黑槍 喬蛋打黑槍 柯文哲出來購 柯文哲出來購 然後這些所有的POD契約的條文 剛剛說過一個字都沒改回來 所有的問題都沒有改變 為什麼柯市府居然在今年的年初 去年底今年初跟遠熊開了幾次會以後 甚至由市長式的專員親自主持會議以後 然後就統一遠熊可以移住了 那這個移住的過程我們也發動抗爭 然後也有非常多的志工 受到這個傷害 然後甚至送醫 那我們的柯市府眾人這樣的事情發生 遠熊我們的工人拆了我們的帳篷 搶了我們的東西 我們的警察在旁邊不講話 不知道柯文哲政府到底在想什麼 到現在為止沒有給我們台北市民 給我們公民團體任何一個交代 那另外我們等一下要進行大巨蛋的這個 停止移出的出審會 因為大巨蛋的這個周邊的道路變更工程 在當時簽BOD契約的時候是台北市政府的承諾事項 可是當時BOD契約裡面寫得很清楚 是在大巨蛋完工營運前完成就可以了 可是現在大巨蛋完工營運還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從當時的行政訴訟 這個停工訴訟的這個延遲編論的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知道它的完工度目前大概也只有60% 然後它的這些租審環評現在也都還在進行 然後建造編跟也沒有通過 它現在整個大巨蛋要蓋到完 也許要到明年底甚至到後年去了 我們不了解為什麼現在柯文哲市府要急得於數